欢迎收听《新视觉听》新闻,我是Mike。 统计数据显示,8月份大量人民币涌入香港, 使得香港人民币存款的总金额迫近1万亿。 另一方面,用以支撑矿盈汇率稳定的香港外汇基金, 这就是港府财政储备,在8月减少了358亿港元。 有分析支出香港资金外流,而且规模非常大。 香港金融管理局9月29日公布数据显示, 存款总额在8月份上升0.6%, 其中港元存款上升0.4%,外币存款上升0.8%, 自今年年初到8月底,存款总额上升2%, 其中港元存款上升1.9%。 值得注意的是,公布数据中, 香港人民币存款规模在8月份上升6%, 8月底为9625亿元。 数据显示跨境贸易月线的人民币汇款 总额在8月份为11212亿元人民币, 而7月份为10221亿元人民币, 比7月份上升9.7%。 香港在离岸人民币最大的结算市场, 占据离岸人民币结算大约70%, 由于离岸人民币在中国央行的监管系统之外, 和外币进行兑换形成了离岸汇率, 也会有不同程度影响在岸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大量的流出一定会令到中国央行人民币的汇率控制造成压力。 近期,大量的大陆人不断地涌入香港的银行开户口。 9月7日上的8点, 在中港城中国银行分行外, 已经有大陆游客在排长龙了。 来自西安的朱女士对待警员表示, 专门到香港开户口, 希望将钱全港元取得高点利息, 这次准备了10万港元。 朱女士解释说, 大陆不断地减息, 而境外就加息, 人民币又在贬值, 目前大陆经济环境差, 就不应该在国内观望等待, 应该有所行动, 所以决定换成其他货币。 他还透露, 来港的中国人每人每次可以带2万元人民币现金过海关, 大家利用这种蚂蚁搬家的形式, 将人民币带出境。 香港资深银行家吴明德认为, 大陆民众的资金外流到香港, 背后必然有中共官员操作和参与, 选择性地开绿灯。 经济分析师罗卡聪预计, 未来中港资金流通将会收紧, 到时再转到海外会变得困难。 另外, 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数据显示, 8月份人民币国际结算支付份额 由7月份的3.06%升到3.47%, 创出记录新高, 排名第5和位居第4 3.68%日元之间的差距明显减少。 另一方面,香港级本局9月29日还公布, 截至8月31日, 外汇基金总资产值为39,757亿港元, 较7月底减少了358亿港元, 其中外币资产减少了228亿港元, 港元资产减少了130亿港元。 金融管理局对外币资产减少的主要原因解释是, 财政署被提取存款以及投资按市值重股。 但有关减幅是因内置投资利息收入增加而被部分抵消, 而港元资产减少主要是因为香港股票按市价重股。 美国联储局多次加息, 催利莫取息差会影响到资金外流。 资深财警人士王健分析认为, 人民币大量涌入香港的同时, 中国外贸低迷情况下, 8月份SWIFT显示人民币计算支付金额撞记录新高, 香港外汇基金又在减少, 意味着香港毫无疑问资金在外流, 而且外流的规模非常大。 2023年6月, 香港证刑会正式推行虚拟资产交易所发牌制度。 2024年5月31日后, 非注册的虚拟资产交易所将不会再存在。 2019年, 中共全面禁止境内加密货币交易和投资。 但是四年后就发牌允许加密货币的买卖交易。 学者分析指, 中共在香港发牌监管是为了阻止资金外途。 一位香港加密货币交易所的老板, 接受《金融时报》採访的时候说, 在今年2月6日, 中港全面通关之前, 大陆人港股交易只是5%, 现在至少一半以上的客人都是大陆人。 人民币兑美元在过去半年跌了超过10%, 香港加密货币交易所的林立, 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 因为它不能够被追踪的特性, 一直都被视为方便的非法工具。 无论用来走资、洗钱, 或者非法交易等, 2021年9月底, 中共已经全面禁止所有境内虚拟资产相关的交易和活动, 包括投资、交易和采矿。 但是同时, 中共被香港成为唯一一个可以开展加密货币的交易地区。 很多的国际知名加密货币交易所和数字资产平台 已经在香港设立了据点或者分支机构, 例如Bitfitness、OKX和Bitmes等实体的加密货币商店 在香港的旅游和购物区随处可见。 市民可以用现金购买虚拟货币。 香港也是中国唯一一个上市比特币期货ETF的地区。 三星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它的香港办事处 也推出了比特币期货。 而香港证监会今年2月发出了 《适用于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营运者的指引》VASB指引。 在2023年6月1日正式生效, 过到期为一年, 即是下年5月31日之前, 未持有VASB牌照和证券及期货条例下的1号牌照 和7号牌照的虚拟货币交易所将会被定罪。 香港政府给这些交易所一年的申请牌照宽限期。 由于牌照要求, 虽然理论上散户人应该在6月后 在一些在设定牌照的交易所进行虚拟货币交易, 但是很多中国人都是在宽限期内, 赶着将人民币偷偷带出境到香港兑换成稳定的货币。 简单来说, 港府将中心化的虚拟货币交易所变为中心化管理, 务求明确知道每一笔的资金来源和去向, 只可以在监管之下用作投资用途。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奥肯商学院教授借田 在接受大纪元记者访问时指出, 中共透过香港短行发牌制度之后, 令到所有的香港交易所都要遵从KYC以及反洗钱法规, 而且不能从香港的虚拟交易所平台将钱转到海外的热钱包, 中共将中国人仅仅仅仅的一点走资方式都要规管。 借庭还说, 中共对交易所的规管只限于香港虚拟货币交易所开支的帐户, 依然无法阻截私人线上交易, 也难以追踪。 在大陆, 中共严格监控互联网, 民众安装不了虚拟货币应用程式, 因此无法申请任何热钱包。 但由于香港还未被中国封网, 大陆人在香港只需要一部手机, 就能够安装一个去中心化加密货币的热钱包, 仍然可以透过这个热钱包, 将虚拟货币转到任何钱包地址。 以上节目内容, 取材自《大纪然》专题部记者赵斌, 记者陈艾文综合报道。 这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大家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的《月耳板》部分内容, 已经加入《大纪然》的Patreon, 都请大家多多支持。 订阅、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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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我们支持真相。 订阅、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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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点赞。